5、4、3、2、1、0 燃營 Lift off Saskin Line Crew Dragon Go NASA Go SpaceX Godspeed Bot and Doug 時隔9年 在右美國太空人 在美國本土升空 私人太空科技公司SpaceX的 聶英9號火箭 搭載龍飛船 在美國東岸時間 星期六下午3點多 在佛羅里達州金萊迪太空中心發射 星空約3分鐘後 火箭第一次脫離 再過9分鐘 第二次火箭也脫離 龍飛船進入近地軌道 打破自2011年 穿梭機退役後 美國一直要靠俄羅斯送人 上國際太空站的局面 而這次也是美國私人公司 第一次載人升空任務 龍飛船兩個太空人 克利和本肯 飛行大約19小時到國際太空站 逗留大約4個月 美國總統特朗普 和副總統彭斯 也有到場見證火箭升空 火箭原本在星期三發射 但因為天氣惡劣押後 東網記者曾蔡敏報導 東網想你看 新生佐賺分任務 每日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M.CCCOINS 盟取豐富獎賞